欢迎来到美厅 中年以后,换掉这五样东西,就是换个人生 有人说,中年是人生的分水岭 步入中年以后,很多人无论是身体还是事业 都开始走起了下坡路,不负青年时的斗志昂扬 但也有不少人,在行至中年以后 事业蒸蒸日上,日子越过越红火 好像时光留给他们的不是苍老的印记 而是更为成熟的心智和丰富的阅历 其实在那些人生拐角的地方,往往也蕴藏着改写命运的良机 中年以后,步防换掉这五样东西,生活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变化 苏东坡说,横看成岭侧成风 远近高低个不同 看山如此,看人亦如此 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永远看不清事实的真相 唯有换位,才能避免偏见 有一位婆婆,平时买菜逛市场,总喜欢带着她的小孙子 她每次买完菜,都会跟老板讨价还价,每次都还一个很低的价格 如果老板不同意,她就会带着小孙子一起站在摊位前和老板耗着,直到老板妥协为止 有时候一号就是半个多小时,她的小孙子站得都累了,她却浑然不觉 长此以往,她的小孙子也学会了奶奶那一套,变得爱占便宜,自私自利 后来,小孙子的妈妈发现了儿子性格上的缺陷,追根溯源,才知道是婆婆爱占小便宜导致的 小孙子的妈妈也不好直接点破,于是带着儿子和婆婆一起去市场买菜 她买完菜后,故意跟老板讨价还价,僵持了二十多分钟 婆婆站在一旁很不耐烦,回到家后,儿媳问婆婆,妈,我们平时跟老板讨价还价 耗时间占点小便宜,这样的做法对吗?如果对了,那今天您为什么又不耐烦了呢? 婆婆听后,默不作声,她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为了占点小便宜而和别人讨价还价了 俗话常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一个人,如果永远只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 就只会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却看不清事实的真相 唯有懂得换位思考的人,才能看清自己有哪些不足 才能避免偏见和傲慢,从而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老话说,小换可以小成,大换可以大成,不换就不会有所成就 如果你现在的生活正处于停滞不前或是倒退的状态 就要勇敢地跳出舒适区,学会改变 一位叫罗斯的网页设计师分享过这样一段经历 有次,领导让他负责一位重量级客户的网页设计工作 但是客户很挑剔,稿子改了十几版,仍觉得不满意 罗斯被折腾得有些怨气 在后来的一次讨论中,对方依旧不认可罗斯的设计理念 并把他批得一无是处 罗斯突然就不想和这个客户合作了 甚至还想站起来痛骂对方一顿 旁边的同事看情况不妙,一把将他拉住拽出了会议室 一肚子火气没触发的罗斯,只得去洗手间洗了把脸 在那待了一会儿,他的情绪才慢慢平复下来 他突然意识到,如果他把这个项目搞砸了 将会给公司和自己带来很大的损失 于是,他深吸了几口气,面带微笑地回到会议室 这一次,面对客户的刁难,他不再生气 而是认真倾听,并给出专业建议 一番周旋后,方案终于顺利通过 愤怒会让人失去理智 丧失最基本的判断力 进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最终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尤其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来说 心理学家戴维斯教授 曾对近一千人做过追踪调查 了解分析了他们的脾气秉性 对工作的态度以及家庭状况 生活质量后得出结论 一个人若是脾气暴躁 就很容易把事情搞砸 甚至会导致事业长欲瓶颈 家庭分崩离析 原来,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和状态 其实都与脾气细细相关 面对那些生活中的一地鸡毛 工作上的难题困境 试着修一个温和的脾气 便能让你遇事更加从容理性 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定 管好脾气 控制住情绪 即使人到中年 也能在命运的长河里无往不利 3.换个思维 网络上有人问 人和人为什么差距会越来越大 一个高赞回答 人和人之所以命运不同 主要在于思维的差距 同一件事 思维方式不同 结果自然也会不同 罗振宇讲过一个理财销售员的故事 这个理财销售员是银行卖理财产品的 当时很多业务员都选择挨家挨户的敲门来推销理财产品 可效果并不理想 于是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买了一台照相机 给广场上的大爷大妈拍照 一来二去 他和大爷大妈熟络了起来 之后 他们常常请他拍照 拍完还邀请他到家里帮忙拷贝照片 他也很爽快的应允 到老人家中 把照片上传到电脑上之后 顺便帮他们安装软件 下载电影 然后和他们聊家常 最后聊到工作 他才说 自己是做理财产品的 摄影只是他的兴趣爱好 大爷大妈便好奇地问 有什么理财产品 买了有什么用呢 等到时机成熟 他顺势开始推销起自己的产品来 大爷大妈们 在了解清楚的基础上 都买了一些理财产品 等到年底 他的业绩在公司是最高的 人到中年 不少人会陷入思维固化的困局 殊不知 那些僵化的思维 只会禁锢一个人的视野和格局 让人触碰不到生活无限的可能性 唯有主动去推倒思维的墙 不断自我精进 才能在风云变幻的世界里 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正如周易中所说 便则通 通则久 中年以后 能够转化思维的人 就是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机遇 曾看过一篇报道 里面讲的是 人类每天会有一万多种想法产生 而且大约80%的想法是消极的 这时我们在预示时常常会忽略现实 本能地向着最坏的结果去思考 不同的是 当我们把消极的心态转变为积极的心态时 就能跳出这种坏思想 看到事态中好的一面 塞尔玛的丈夫是一位军人 奉命驻扎在沙漠中的一个陆军基地 塞尔玛作为家属 也陪丈夫生活在这里 每当丈夫奉命出去执行任务时 塞尔玛只能一个人 待在陆军基地的小铁皮房子里 沙漠里条件很艰苦 酷热难耐 四周都是飞扬的尘土 周围住的 全都是不懂英文的土著印第安人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这让塞尔玛感到无比孤独 于是 他便给父亲写信诉苦 没过多久 父亲就给他回了信 信上只有一句话 却改变了他的一生 父亲在信中写道 两个人从牢房的铁窗里望出去 一个人看到了泥土 一个人看到了新城 从那以后 塞尔玛不再抱怨生活 开始积极面对生活 学习当地的语言 文化和当地人交朋友 当地人也很热情 他们把自己最喜欢 却舍不得卖给游人的纺织品和陶瓷都送给了他 自从换了一个心态生活后 他发现原本艰苦的环境里 也有美到难以置信的日出和日落 几年的时间里 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书 并成为一名畅销书作家 人到中年 或许谁都曾有过类似的境遇 或是来自生活突如其来的颠簸 或是事业上的滑坡 亦或是被那些家庭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 若是你选择一味的悲观 命运不仅不会对你手下留情 还会让你的处境更加艰辛 有一句话说得好 人活着 心态决定一切 不是生活左右你 而是你驾驭生活 与其在困境中果足不前 倒不如换个心态 去应对那些生活的波澜壮阔 中年以后的日子 或许遍地是荆棘 但当你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便能任它风吹雨打 都能闲停信步 五 换个圈子 听网友胡刚 说过他的一段经历 胡刚以前在公司 总和几个爱玩游戏的同事 组团打游戏 工作上的事情 常常敷衍了事 下班也和他们一起胡吃海喝 所以他每月到手的工资 只够养活自己 家里孩子和老婆 都靠父亲做生意养活 但天有不测风云 有次父亲突发脑出血 入院需要一大笔钱治疗 胡刚手里又没有钱 所以只能先找岳父借钱 给父亲治病 岳父觉得 胡刚不能再这样堕落下去了 于是便把他介绍到自家的面包 烘焙店里 让他下班来打工 以供抵债 从那以后 胡刚每天在公司 认认真真工作 遇到不懂的 就请教老员工 下班后 就到面包店里 给面包师傅们帮忙 师傅们做面包都很认真 一有空就坐在一起 钻研优化面包的配方 胡刚也在他们的影响下 学起了做面包的制作方法 几年后 胡刚不仅升职成为他们公司的总监 而且还在市中心 开了一家面包店 每天生意都很火爆 中年以后 人的精力有限 不像年轻时精力旺盛 参加太多圈子 只会把生命搅扰得拥挤不堪 尤其是和酒肉朋友 私混在一起 你喝下的每一口酒 都在悄悄地影响着你的健康 甚至会摧毁你的家庭 林语堂说 生活的智慧在于逐渐澄清 律出那些不重要的杂志而保留最重要的部分 学会对人际关系进行筛选 退出那些无关紧要的圈子 靠近优秀的圈子 改变命运最快的方式 就是选择和优秀的人定肩同行 经历世事扶尘才明白 中年其实是一个最好的年纪 没了年轻时的无畏张狂 多了浴室沉稳深思的细腻 在岁月的打磨中 早已与内心达成和解 也找到了与世界最佳的相处方式 去修一个温和的脾气 改变那些僵化的思维 便能让自己在尘世中更加游刃有余 换个向阳的心境 你会发现那些生活的颠簸和刁难 也会成为人生别样的风景 告别低质量的圈子 余生只和滋养你的人同行 愿中年的我们 都能牢牢抓住命运赐予的良机 拨开生活的重重迷雾 活成更为璀璨的自己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